全民的生命都被他堅強在腳下 還有臉在這裡講民主 還有318 我覺得 你真的瘋了 I'm watching you 你真的瘋了 真的 這個人齁 帶領了民進黨 因為可以威權 繼續的下去 再一段講的話不愛聽 就要搞群眾運動 就要來霸佔立法院 有王權思想啊 腐敗的奉劍思想 到今天還在立法院 我們再一次啊 對柯總釗啊 你清醒一下 沒有的話我待會把你送醫院治療一下 你說剛才所講的 結非事實 根本是你心中 完全不由邏輯的東西 一直在想的東西你講得出來 你對柯總釗 你對柯總釗 有一點時空的錯亂 以為新的綠色恐怖啊 民進黨威權啊 可以肆意往為啊 持續的來碾壓在野黨 沒有想到天網灰灰啊 沒有想到天網灰灰啊 終於有一天啊 雖然民進黨執政 國會 終於沒有辦法再霸權統治啊 我們看到柯總釗帶領之下 過去八年完全 去炒作啊 該買的疫苗不買 然後去炒作高端 讓全民黨安慰計 再謀取不法暴力 然後呢 當在野黨 提出要成立調閱委員會 在110年3月18號 要成立調閱委員會 還是在野黨 趁著執政黨 人數不在的時候 突襲成功 在委員會成立啊 通過成立調閱委員會 馬上 3月18號成立 3月22號 民進黨立刻在未還委員會 人數優勢 就是刪除 這個當時的 釣業小組的提案 再過來 再過來 在野黨要求朝野協商 在朝野協商 依然沒有什麼回應 一直到了 一個多月以後 到110年4月27號 終於啊 全民沸騰啊 全民沸騰以後啊 民進黨才開始重視到民意的反撲 才同意啊 一週內成立調閱委員會 終於 在110年4月29號 衛環委員會的 community 調閱委員會 疫苗採購調閱委員會 才終於成立 然後 5月5號 由民進黨 由民進黨 策動 由陳英委員 擔任召集委員 然後從此就沒有開過一次會 這個就是民進黨 他們所有的民主 制約民主 全民的生命都被他堅強在腳下 還有臉在這裡講民主 還要318 我覺得 柯總召啊 你真的瘋了 你真的瘋了 I'm watching you 你真的瘋了 真的 這個人齁 帶領了民進黨 因為可以威權 繼續的下去 好 在野黨講的話 不愛聽 就要搞群眾運動 就要來霸佔立法院 這種王權思想啊 腐敗的封建思想 到今天還在立法院 今天所有在野黨 都是按照議事規則 民進黨做的就是議事規則 在野黨做的就不是議事規則 就在那威脅恐嚇 要發動民進黨的群眾 來佔領來霸佔立法院 沒有辦法忍受在野黨 當立法院的院長 我們再一次啊 對柯總召啊 你清醒一下 沒有的話 待會兒幫你送醫院治療一下 現在已經是今時今日是何日 民意的反撲到今天為止 你還用王權思想 要統治立法院 真的讓我們覺得非常的難看 到今天為止 你要想佔領立法院 門都沒有啦 在這裡啊 新民意就會對你們反撲 謝謝齁 那個在接下來委員徵詢發言之前 醒榮主席啊 這邊齁 這麼嚴肅的問題 你沒人處理啦 我先宣讀一下我們行為法的一些 等一下 規範好不好 那個 這 前一問題 前一問題 黃中匪氣啊 哇呼憐憫啊 呼恩區這樣講了半天喔 我跟你講 你說 你曾經在電台上 在公眾床上說 我有咒譽症 那時候我回答 回答記得怎麼講 北宋的時候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大師 佛韻 他說你心中想什麼 就是 講話的話就是如此 你心中充滿著反 反民主嘛 威權霸道嘛 你以為 是 台北市發言啊 大家講清楚喔 你說剛才誰講的 結非事實 根本是你心中 完全不由邏輯的東西 一直在想的東西 你講得出來 你對本席做任何人生攻擊 我是跟你講說齁 應該是可而止啦 我真的真的想告訴你 我要講清楚 什麼時候疫苗採購不能掉下去 當初不能掉下去的時候 是 一去多少錢嘛 後來我找 回洪泰總召說 洪泰啊 這個有 跟國藝廠都有簽約 保命條款 我們現在 就把公報公布出來 會影響以後 我們所有疫苗採購啊 然後回總召 這樣 我叫他給你看 那你就清楚就好了 你也敢看嗎 你所講的話 說這個裡面有什麼必要 你全部給你看 當然是這個國藝去採購 我們那時候要搶疫苗咧 那年5月3號 郭台北萬郭台銀 真的搞了一個月 買VNT疫苗 那經過多少坎坷的事情 整個疫苗那時候要疫苗 那時候說你們在賣 在講說什麼乞丐疫苗等等 那國文人健康做真的做真 這一段難道不清楚嗎 到最後 上會期 之後 前幾前 因為真的 真的 真的廠商同意 後來才 又重新 在宴會重新召開 專案報告 所以過去 我們要講清楚 不是你們說的這樣 你們只要想 無所不用其極 來破壞執政 你們現在再也想執政嘛 把國家全部顛倒嘛 你還可以上來講如此的話 我一直講說你們上來就要 問這問題 問這問題來質求對決 黃宗昌又跑了 我多不期待剛才黃宗昌講話的時候 是針對法案來講 要嚇我旁邊去 黃宗昌的問題 我們已經排了還有什麼好鎖嘴呢 大家都很清楚這個事情嘛 從沒有針對這本案 能源融失智核心教育來談 黃宗昌應該談 你的法案嗎 我會給他的法案 他出來打球嘛 說我旁邊去 說我們五七三 這去烏梅民人那一套 怎麼說 有什麼騰虎 騰虎你就去檢舉啊 這去抓了沒關係啊 你現在活在這種 這種民粹底下 你們同層其軟 我不是鼓勵說 這三一八 我是從這引譯出來 因為 禮拜六我參加三一八十週年的座談會 很多人都很感慨 我說此時此刻的台灣 他十年前三一八 黃金銘跟了更合法 那時候是反文貌 反馬一九情鐘 可是今天我們看到 你要到大陸去了 馬一九一直到大陸去 你也到大陸去了 當然誰要到太平島 在五二年前 你這樣的布局難道不是符合 中共的利益嗎 好我們請客委員注意發言時間 謝謝 最後 最後 我希望大家發言的時候 你有瞭解你的清楚 你說事情也因為 我們這次審查是民運黨黨版 民運黨黨版 民運黨黨版沒有所謂各國民主治法 好 好啦你再說什麼 好 你整個布局怎麼不知道 發言時間到 謝謝客委員 加油客董 布局嘛 難道 昨天有個報告都要拚你 我適應就拚你了 你自己小心一點